好 接下來我們插播最新的國際消息 阿富汗一座清真室呢 又發生了爆炸 而且至少有41人不幸罹難 大約有70人受傷 隨後呢 ISIS-K這一個恐怖組織 他們已經坦承犯案 有目擊者說呢 嫌犯出現的時候向守衛開槍 然後呢就丟手榴彈 接著呢一位自殺炸彈客呢 在走廊引爆了炸彈 另外一名嫌犯呢 進到這個清真室裡頭 又引爆了炸藥 類似的自殺攻擊 一個月內發生三起 讓剛剛獲得政權的塔利班 面臨考驗 那麼英國的下議院議員 顏敏時在15號中午呢 前往選區的一間教堂 遭到一名男子持刀刺殺 警方獲報到達現場 為他急救 但傷重不治 享受69歲 David was a man who believed passionately in this country 和其他未來的家庭 严明时在2015年 参加国会议员的访问访台团 还曾经跟马英九碰过面 这一起刺杀事件发生之后 警方已经逮捕了25岁的男子反恐警察 质疑这是一场恐怖攻击 不过目前呢 英国警方认为这是孤狼犯案 全球大视野频道开会员咯 邀请全球大视野的忠实观众 前进战略高地 和国际职仇对决的忠实粉丝 正妹看世界的宝宝们 加入全球大视野频道会员 每月固定小额扣款赞助 知识中天继续做 优质国际新闻与评论 请听到全球大视野频道 首页右上方按下加入键 让我们成为全球大视野Family 会员有无想福利 快来加入哦 请不吝点赞助